好,我们来看例题三 例题三讲的是多项式的乘法 那它是利用乘法公式 乘法公式呢 最常用的就除了分配率之外的 还有哪一些呢 我们学过的,之前学过的 a加b括号平方 等于a平方加2ab加b平方 这叫和的平方公式 但这个名称你不知道也没关系 反正都是先加起来再平方 还有另外一个a-b括号平方 等于a的平方-2ab加b的平方 另外还有一个a加b乘a-b 这叫平方差公式 因为它是a的平方减掉b的平方 好了,那这个题目呢 你如果要利用乘法公式 有同学说老师 我到底要利用哪一个 你就看它长得像哪一个 你就利用那一个 第一个2x加3括号平方 很显然的 它是利用a加b括号平方 这个和的平方公式 那和的平方公式 你就先把公式写起来 这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点 到底a是多少 a叫做2x 比较一下就知道 那b是多少 b是3 也就是说呢 当你遇到a的时候呢 你就改成2x 遇到b的时候就改成3 所以这题答案就变成是 2x的平方 请注意这样写不对 因为呢 是整个2x代表a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括号 就是这个2x 这整个代表a 好咯 再加上2ab 2乘以a a就是2x加括号 b就是3 再加上b的平方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等于2x乘以2x 2x乘以2x是多少 有些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 那没关系 我慢慢算 2x乘以2x 加上后面这些 那再加上3的平方 你不要说它是6 这就要两个3乘起来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乘了 那你看哦 第一个224 x乘以x x的二次方 那再加上后面这些呢 先乘数字 2乘2乘3 224 43 12 12x 加上3乘3339 就把这题答案算出来了 那有些同学说老师 我这个公式 我就是背不起来 或者是说有些同学说老师 我就是不想背公式 可以吗 可以 我们说过之前就说过 这个平方呢 如果说你没有背公式怎么办 难道就完全失去希望了吗 也不是 我们有一招 最简单的 就是把它用分配率展开 分配率乘开 这题叫两个括号乘起来 括号里面叫2x加3 然后呢 你就慢慢乘吧 2x乘以2x 224 x的二次方 再来2x乘以3 236 6x 再来呢 3乘以2x 326 6x 再来呢 339 加上9 有没有同类像 有啊 6x加6x 等于12x 这时候答案就变成 4x平方 加上 6x加6x 12x 最后再加上9 答案也是一样的 答案也是一样的 也可以 这个也非常好 第二小题 5x减4的平方 你要用哪一个公式呢 你就用 这个一看就知道 a减b括号平方 那这时候呢 它会等于 a平方减2ab 加b平方 有人说 老师那a是多少 a叫做5x b叫做4 遇到a就改成5x 也就是说呢 它就等于呢 遇到a改成5x 记得要加括号 因为这是整个5x 代表a 再减掉2乘以a 乘以b b是4 再加上4的平方 好 这等于多少呢 5x乘以5x 减掉后面那边 后面这边变成是 2乘以5乘以4 2510 10乘以4 40x 然后最后呢 再加上 4 4 16 好那5x乘以5x 是多少呢 5x乘以5x 5525 x乘以5x x的平方 再减40x 加上16 这样也可以 那有人说 老师我要5x 减4乘上5x 减4 这样可以吗 好也可以 这怎么乘呢 第一个叫5x乘以5x 5525 x乘以x x的二次方 好咯 再来5x乘以多少呢 乘以负4 正负得负 5420 好这个5x乘完呢 换这个负4来乘 负4乘以5 负正得负 4520 好再来 负负得正 4416 加16 最后你就发现说呢 这里呢 减20x跟减20x呢 可以把它合并起来 所以就变成25x平方 减掉40x 加上16 这样可以吗 可以 也是可以的 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三小题 第三小题呢 其实这个就很明显了 这叫做a加b乘a减b 这就是一个平方差公式 它等于a的二次方 减掉b的二次方 现在你就会知道说 a是x b是7 所以呢你遇到a呢 就改成x 遇到b呢 就改成7 随便x平方减7的平方 叫做x平方减49 那这样这一题就解决了 所以以这个公式来讲 这个公式代公式就比较快 那有些同学说 我就是不想背 或是我就是背不起来 我可以用乘的吗 当然可以 首先叫x乘以x x的二次方 好再来第二个呢 叫x乘以 负7 所以就变成是 正负得负 减7x 再来换这个正7来乘 正正得正加7x 再来正7乘以负7 正负得负 最后变成 减7749 中间这两个呢 你可以把它合并 减7x加7x 刚好消掉 所以最后的答案就变成 x平方减49 这两个做法都是可以的 先讲到这边 对 三个